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关热度还在持续飙升当中 可以在剪辑混乱的情况之下 收视率多次夺冠 劳魔周深功不可没 节目最后 节目组开启了真心化模式 其他成员都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吐槽 只有周深感谢了奔跑吧这档节目 对于别人来说奔跑吧可能就是一档简单的综艺节目 但对于周深而言 该节目不仅改变了自己 还让自己收获了很多友谊 也正是因为如此 除了正片节目外 导演组还衍生出了很多番外访谈节目 比方说是一顿跑男的料迷妹专访 尽管都是一些访问镜头 但每期节目周深都可以让屏幕前的观众 解锁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而就在前不久胡场大考问邀请周深 特意录制了一期节目 开篇一上来 周深就化身为主播来了一句谢谢家人们的点亮 毫不夸张的说 如果周深开启直播的话 直播间的在线人数 每天都要以千万来计算 既能和偶像互动 又能听到天籁之音 感觉没有比看周深直播更幸福的事情了 不过这种可能性极低 要知道周深是圈内出了名的老模 行程通告恨不得都已经排到2024了 所以很少有时间可以通过直播来跟歌迷互动 最近的一次还是在2022年的9月29日 生日当天一口气为歌迷献唱了数十首金曲 妥妥的实力重粉 更重要的一点是直播的过程当中 直接关闭了打赏功能 也就是说周深只想满足歌迷们的一些愿望 并不想将其变成一场商业行为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细节 再次证明了周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优质偶像 不论何时何地 都会站在粉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进入到正片节目后才反映过来 原来是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台下的一个访问 在该晚会中 周深拿奖拿到手软 喜提两项大奖 一个是年度最佳男歌手 一个是年度最佳金曲花开忘忧 当晚的舞台名场面 至今仍被歌迷津津饿到 正式开始访问后 记者对着周深吹起了彩虹屁直呼 今天这个小内搭真不错 如此爆笑的夸赞 打了周深一个措手不及 只见周深对着镜头当场笑喷 后期不按套路出牌 为其打上了谁家好人 开局就整抱基亚 随后再现创作 经常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我脚抓了三母弟各种小表情可爱至极 瞬间就将现场分为轰托到了极致 问题一 能否给那些内向的朋友一些建议 如何让他们在社交场合 快速的让大家喜欢 周深见招拆招 对住自己的奖杯爆笑 吐槽胡场刚刚谁说 绝对不会问别人问过的问题来住 是胡场大考问吧 这个问题一两句话压根就说不清楚 而且因人而异 性格内向的人都比较慢热 再怎么做都无法实现 可以迅速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 反观周深的回答相当到位 觉得性格内向的朋友需要不停的去挑战 因为自己也不是刚出道的时候就像现在一样这么活泼 一句要让自己舒服为准 演出了问题的重要性 只要环境不会影响到自己 主动一点 没什么大不了的 听完周深的解释 导演反问你是有那种社交责任感吗 作为结梗小王子 周深回答 对 我就是社交牛杂 对此 不少观众都说 周深实锤社交牛人 其实在社交能力这方面 早在时光音乐会儿中 就已经得到了印证 一人分事多角 既是主持人 也是常驻 多次化解舞台尴尬 只要有周深的镜头 就一定少不了欢了 随后节目组成胜追击 问到最近有很多大型活动 你有没有展示自己的社交责任感 记者一看就是没有做足功课 要知道 出席任何大型活动 周深都特别的低调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 节目组还提到了黄渤跟周深同旷明场面 换作其他艺人 肯定会围绕自己的高光时刻展开讨论 再看周深 听到黄渤的名字后 在线对其进行了感谢 忽然自己一个人作纳 总觉得浑身都不舒服 多亏黄渤跟北京大妞儿关小童 及时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从周深口中可以得知 他们三人都特别内向 彼此都在用眼神来交流 听完周深的讲述 忍不住再看一遍当晚的明场面 问题二 华语乐坛的实力派歌手都在开演唱会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的巡演 这个问题 说出了很多歌迷的心声 但答案很简单 周深早在其他栏目采访时就曾表示 新专辑会在今年跟大家见面 新专辑上线后 很快就会迎来巡回演唱会 有句话叫好事多么 所以网友不必没完没了地催促周深 该有的 一个都少不了 周深是不可能让歌迷朋友感到失望的 最后节目组给周深送了一个仙女棒 应原色明明是蓝色 节目组准备的却是少女粉 瞬间让周深联想到了小鹰的魔法棒 尽管节目组有些不走心 但周深还是感谢了他们 话说到这儿 采访的整个过程 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小细节 值得我们反复二刷 并且为歌迷贡献了多个经典表情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